大家好,现在我在贵阳修文的大山里 这个天气越来越热 给大家推荐一个避暑好去处 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洞穴 也是一个野景点 这个地方很好找 大家直接导航修文二洞就能来到这里 给大伙看一下这里的风景 我车只能停到这里 然后这里是上游的一个水源 水源走到这儿就要从这个地方穿过洞穴 这个洞穴是非常的长的 夏天到里面去走走玩玩 还达到避暑的效果非常的凉快 这个公路到这个地方它就到头了 这里有搭的一个比较单薄的人行道 可以走到那边去 那边是有一个小村子的 咱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洞 前方应该是垫站 它这个水从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篮吧 然后从这里慢慢的流过去 这个地方正儿八经的野景点 如果在这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跑到这里面来 很凉爽的 也有非常多的人到这里 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天生桥的形态 特别的漂亮 然后中间这个位置 有一个穿洞 大家看到没有 我跟大家说 特别是你们喜欢拍照的拍摄视频的人 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出篇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上方它是一个天窗对吗 然后正好太阳如果从这个天窗照射下来的时候 人可以站在这个石头上来进行拍照 肯定是非常的漂亮 是那种佛光照耀的那种感觉 绝对是很美 但是这个要在这里等 还有一个就是时机的问题 这个上方真的就像开的一只天眼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里又是一只地眼 对吧 这个水从这里拦过来 然后好像是这个崖壁角这里又开了一个隧洞过去 从这个地方流过去 然后那边应该是发电的 这个隧洞肯定是人工开凿的 我们从这个地方隐隐约约看得到那头的那个光亮 大概是几十米 这个地方是不是挺好看的 这个地方呢 修有一个蓝霸的一个平台 不知道当初修这个是干嘛的 这个下方也是很高啊 差不多有七八十米吧 这个地方拍照也是很好看的 等到太阳从那边射进来的时候 是吧 拍照也是很好看 所以这里呢 如果大家把这个时机选对啊 到这来拍几张那种很高逼格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 从这个地方穿过来又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洞的高度也差不多有100米啊 非常的漂亮 穿过来之后看看 这里就像那种一线天的那种感觉 两边是崖壁耸立啊 就留一个缝隙可以过水 从这儿走过来就是另外一片天地啊 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穿过了这个几百米的长长的洞穴 来到另外一边啊 非常的漂亮 这里就像隐秘在山中的一片密井之地啊 夏季的时候到这儿来玩耍 在这个河边玩玩水 他们在这儿还可以钓鱼啊 钓那种小的那种白条 在这一条河边呢 我们隐隐约约发现了亿万年前的一些痕迹啊 大家注意看 这个河滩的这一片石头上啊 有大大小小不一的很多的这些孔洞 看到没有 这些孔洞 不规则的 像这个地方也有一片 那个地方呢 也有很多 这些石头上的这些孔洞啊 实际呢叫冰灸 这个冰灸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远古时代啊 我们贵州大面积的地方呢 都是被冰川覆盖 地球的不断升温呢 就导致高山的冰川融化 这个融化的冰碎加上一些流水呢 就往这些峡谷深处流 这里呢它是地处峡谷 河水在流动 河水的上面呢 它有一个冰层 明白这个意思吗 高山的这个冰川融化之后啊 它就会从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上方流过 长年累月的流呢 就让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呢 会越来越薄 慢慢的呢 就出现了一些孔洞 下方河水流动的河床 和上方的这个冰层之间呢 可能有十米 甚至二十米的一个高度 那么高山的这些融水夹杂着冰渣冰碎呢 从这个冰层之间的一些孔洞 不断的落下来呢 往下砸 就砸在这些石头上 砸出来的这些窟窿 所以说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叹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窟窿 它实际上是经过数万年才形成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